原标题张博之独自现身新加坡购物 买超贵化妆品网友向嫁入豪门了 12月19日 有网友称 在香港机场偶遇张博之一家人乘坐飞机飞往新加坡 张博之与两个儿子及弟弟张豪龙 在机场开心合影留念张博之一家人 张博之身材恢复迅速 皮肤白皙 大腿修长 他没猜测张博之一家人飞往新加坡 是为了和自己的新加坡富豪男友一起过圣诞 然而 一行人中并没出现刚出生的小王子的身影 12月20日 新加坡某网友称 在某商场遇到独自一人逛街购物的张博之 对于网友的合影要求 张博之也是完全满足 而且做出比威的手势 态度相当配合 完全没有大明星的架子 非常的低调 亲和张博之面部照片中 张博之身穿大红色外衣 依旧戴着墨镜身形 非常好 近期张博之出现在路人镜头中的照片 一律带着大墨镜 遮面尽管如此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 张博之面部发福比较明显 细心的网友发现张博之现身ESTEE柜台前 疑似购买雅实蓝带系列化妆品 这个牌子的化妆品价格较为昂贵 很小一瓶都得几百 上千众所周知 很多大明星的化妆柜 均价值不费几千万 上万元的化妆品比比皆是 张博之购买如此昂贵的化妆品 也让网友觉得他很会保养 有的网友说到 买雅实蓝带这么便宜的化妆品 不像嫁入豪门了 只想说 这位网友太有钱了也有的网友说 肯定嫁入豪门了买这么贵的化妆品 就像某知名范姓已经说过的一句话 不用嫁入豪门 我就是豪门相信 张博之 无论嫁给了富商或者富豪 绝对不是看中对方有钱 而是会选择嫁给爱情 因为张博之本人完全不缺钱 随随便便出场费 拍个电影 都会有不少的收入 毕竟张博之的知名度摆在那里 当今的娱乐圈